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外围有少少消息 令市场非常波动 好像今天 真的完全摸不着头水 一开始高开 然后升升跌跌 到最后恒生指数 今天收市是18713点 升了47点 成交是460亿 接着要问你 到底下个星期你怎样提 当然外围还是相当关键 但似乎都未必有那么快 有什么特别进展 还有希腊的责务问题 一直困扰市场都很久了 似乎消息有少少淡化 反而市场上都很一面 看淡最近 大家经常用一个指标去看 散户怎么看口市 就是牛红症的资金分布 以往通常都是牛症比红症多出的 多出好几倍 但是现在呢 最近开始有个扭转迹象 就是红症开始资金流的情况比较多 不知道是不是相反理论 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指标 还有大家看看五月份 其实累积都跌了二千多点 如果比你是持有胆症的话 其实利润都相当不错 到这些低位 有一些平仓活动 我觉得也正常 所以我自己看短线是有条件做一些技术反弹 所谓技术反弹就是可能 一千点以来几百点的水平 但是之后 后市的确都还要取决 这个欧债问题 能不能得到解决 以及内地刺激政策方面 有什么实质的措施出来 其实如果你说看欧债那边的问题 譬如好像开完欧盟非正式峰会 没有什么结果 因为始终都是没谈点 到底是不是发欧元区共同债券 德国也都没见有态度软化的情况 不过我也是想问 还有几天就到六月了 市况会不会真的可以好转 还有我们的投资策略可以怎样做 那又是看回历史 五穷六绝七翻新 是 六月就更绝绝地 我还记得五月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说好像五月都不是五穷 一开始的时候 头那几天 那时候还可以的 但是慢慢看到的情况 自从法国选了新总统出来的时候 就开始看到港股越来越偏远 我想最主要这次不同 以往我们那时候也探讨过 五穷最主要因为 因为通常出现一些业绩消息 有些欠缺再新的因素去炒作 有些机架可能早点减辞 但是今年这个情况就不明显 反而就是因为 刚刚时间性上就撞到 几个国家的大选都在五月举行 出到来的结果 似乎都显示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紧缩 但是不紧缩又搞不到债务问题 现在可以这么说 两头不到岸之下 令到市况继续陷入混乱 经过了五月份的抛售之后 六月份可能表现还是不明朗 可能都比较波动 但是你说是否好像 会重复五月这么大的跌幅 我相信机会应该比较低 在低位反而可以开始去抗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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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时候选不选得过呢 你说用来保住自己的本 买公务股正路 牌息好车流量 没见到很明显的下滑 但如果你想当个市博反弹的时间 你追贴个市的表现的话 公务股其实就有机会出现跑输 所以如果你说 看看自己的头指脆态 你想保本或短线 不想冒太多风险 选择公务股可以 但如果你想进攻 公务股未必是一个好选择